自从去年十月好莱坞大老哈维·维恩斯坦被曝光性侵后,这一年里兔运动真是风起云涌,有句话说出来混,都是要还的,绝对是真理。 最近,又有一位大老落马,大概算得上是目前为止段位最高的,名叫莱斯利·莫雷斯·Leslie Morris,这人很不简单,是美国500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主席,董事长兼CEO,这头衔挂的感觉能在CBS一手遮天。 纽约客杂志之前披露,有六名曾在他手下工作的女性说,她们遭遇莫雷斯性骚扰,有时候是强行身体接触,有时候是莫雷斯私下赤身裸体出现在面前,时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,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头十年,如果她们拒绝,莫雷斯就会以她们的事业前程作为威胁。 丑闻一经曝光,莫雷斯一开始还坚决喊冤,她老婆也善电圣一挺,她是个好老公,好爸爸但结果仍是,莫雷斯上周末辞职,老婆也被拖累宣布暂时离开主播岗位。 讲真,想比莫雷斯,东东和西西对她的老婆更感兴趣,她是个华裔,比莫雷斯小二十一岁,因为都是嫁给传媒业大老板,她也被很多人称为邓文迪第二,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,第二,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。 第二名叫陈朱莉朱莉权,1970年1月6日,出生在美国纽约皇后区,是苦耐劳的魔截女,父母是第一代移民,家境还算不错。 陈朱莉,后来曾回国寻根,她的朱祖像是大户人家,虽说,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,从小得到更多宠爱,但陈朱莉却没有两腔交动的个性,反而因为常在姐妹多的家庭里表现得更加独立和好胜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,亚裔在美国的地位很低,当时的主流媒体上,如果能出现一张亚洲人的脸,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,韩国人,那都是件大事。 有一天,陈朱莉她爸正在看电视,突然就喊起来,大家快来,快点看,有个亚洲人在播新闻。 从那时开始,梦想的种子就在陈朱莉的心里种下了,她真的是女强人个性。 高中毕业时,她对人生规划的第一步,就是申请一个离家很远的大学,她说,只有这样才能成长得我自己。 最后,她上了南加州大学新闻专业,从东海岸的纽约独自一人去了西海岸,这个华裔姑娘的事业性很重。 她的梦想就是进入CBS60分钟,这样的严肃新闻节目。 海岸战争期间,21岁的她曾身入科威特,和卡塔尔担任战地记者,拿着防毒面具做连线的样子,超酷虽然理想很丰满,但现实往往很骨感。 CBS60分钟没错是很好。 但首先,你得有个工作来养活自己。 陈朱莉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俄罕俄州的大顿做记者。 她干得很勤奋和努力,但一路从纽约和加州长大的姑娘,却第一次发现美国的种族歧视这么严重。 陈朱莉和姐姐有一年圣诞节前夕,陈朱莉对老板说,如果其他主播想休假,她可以加班顶上。 结果老板很明确地告诉她,因为你是华裔,所以你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在主播台上。 我们的观众不接受你,你的眼睛那么小,我看到你在镜头前采访的时候,你看起来很无聊。 这个看脸的世界有时候就这么残酷。 当时陈朱莉才25岁,做主播是她最大的梦想。 老板的话差顶毁了她,之后每一期节目,她都看录像,但看到的只有自己的眼睛。 最后来,她想通了,老板都这么dis你了,还干个PR,痛定思通。 她做了两件事,第一件事列出更愿意接受亚裔主播的城市名单,活动结束在带顿的生活,回纽约一切从零开始,另一件就是整容。 对比就很明显,中国特色的眼睛和鼻子变得更叫欧美味道,陈朱莉也承认, 这样总是为了减少自己的亚裔形象,整容这事儿,其实压力蛮大,很多情友不支持,出名后也受到不少亚裔指责。 但她至今没后悔,她上电视回应,我为自己是华裔感到自豪,但也不想让人生留下遗憾。 纽约的薪水行情比带顿高多了,当时跟陈朱莉资历差不多的记者,都能拿到12.5万美元的年薪,但CBS开给她的薪水只有7.5万美元,虽然很不公平,但对于陈朱莉这样的初级记者来说, 你首先得抓住机会,来证明自己的能力,光钱少也算了,活还比别人多,当时早间新闻节目缺个主播,老板一边找人,一边先让陈朱莉顶一阵,还是只有7.5万年薪,她不光要做记者,还成了主播台旁边的临时工人生的际遇, 有时候就是这么为了,如果当年闲闲少不去做也是情理之中,但那样的话,就没有后来的陈朱莉了。 过了段时间,老板发现,陈朱莉这个临时工干的还不错吗,得跟她签个证实合同,什么?她年薪只有7.5万美元,那给她涨到12.5万美元,大家别以为老板良心发现, 实际上,在早间新闻主播这个VBS的基建岗位上,通常年薪是35万美元,这不公平的金水差距,怎么还扩大了呢? 虽然心里各种不爽,但陈朱莉明白,不管你有多厉害,你首先得坐到桌子旁,才能跟大人物一起打牌吧,打怪升级到这儿,陈朱莉还在喂60分钟,主播的梦想而奋斗,也还没有见过大Buff, 也就是她未来的老公蒙维斯,但她在早间新闻的表现,已经成功引起了大Buff的注意,1999年,CBS的王牌真人秀老大哥启动,大Buff心碎不问,制片人找到陈朱莉,邀请她来主持,这是个超好的机会,坏以前,陈朱莉绝对要千万千了,但现在,她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,她看着真人秀已经定当, 留给CBS寻找主持人的时间只有一个月,然后说自己不想同时主持新闻节目和真人秀,让CBS启动B计划另寻她人,私底下,她心里,谈酸,只剩一个月时间来找我,说明节目组已经走投无路,没准我就是那个B计划,事实证明,她预计的一点目错, 最后节目组满足她一切需求,当年你随便看我心水,如今总算是扬眉吐气,说起来,老大哥这当子真人秀,绝对是负能量道棚,只为满足人们的偷窥欲,一开始,观众对陈朱莉意见很大,脑补下新闻林波,主播,突然去主持创造101, 大家都会接受无能吧,那个时候没有键盘侠,观众还劳师动众的写信去骂,陈朱莉后来说,这是个黑暗,孤独的地方,大多数人都与人不善,尽管压力山大,但陈朱莉在镜头前总能展现气场强大的迷人笑容,因为她的表情和口才始终如一,观众送她外号机器成,说到陈朱莉和大Boss的交往,跟邦门迪尚未一, 蒙雷斯当时有个结婚,24年的老婆叫南希大外界,很早就知道蒙雷斯和陈朱莉互相倾慕,2003年,南希向法庭提出离婚申请,还等不及解决上两倍等问题,蒙雷斯就在离婚后一个月迎娶陈朱莉,所以,她和邓门迪一样,摆脱不了小三上尉的诟病陈朱莉嫁给大Boss之后,这一对成了传媒圈,最有权势的夫妻, 当年珍妮杰克逊在超级碗陆入之后一直被封杀,就是这对干的,可见两人的能量,从一个主持人变成Boss夫人,陈朱莉可以说突破了阶层的天花板, 从此,华丽丽的出席各种高端场合,这将是Boss夫人的主要工作,第一和第二碰头自己的名字也能引到建筑物上,楼海拿下了爱美奖,因为有待Boss利品,老大哥越办越好, 但同时也让陈朱莉和她梦想的六十分钟践行界远,虽然权力大了很多,但对女强人来说,也不是没有副作用,她曾回忆说,决定跟茅威斯结婚后,以前那些要好的同事,就再也不跟她交谈了,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她, 从此以后,人们不会再认为,她是靠自己的努力,争取到传媒界的地位,大家只会觉得她一切靠老公,陈朱莉和孟威斯还生了个儿子,陈朱莉,在住之中有一句口头铲,叫Bot First,其实会看她的人生,很多时候也因了这句话,她一步一步走得精准,为了自己的梦想一路打拼,但最终朱对有的丑闻爆出, 她也未能置身事外,当年结婚时,蒙威斯曾说了一句话,陈朱莉被大大低估了,她嫁给我也许对她实现梦想没有任何帮助,如今看来,被朱对有不幸言重了。